好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呢我没有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瓜类种植基地 位于呢济南市张秋县 这个瓜类基地呢 主要是种植田瓜和哈密瓜 以及西瓜呢为主 大家知道呢 瓜类呢是虫成是特别严重的 尤其是对一些种植五年 甚至到十年时间的一些棚 那么出现死苗和烂科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呢 到大棚里面呢 和当地的农户呢 一块去沟通交流一下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好 防止虫肠这一块 孙叔啊 听说您这块啊 种植这个瓜类啊 已经有差不多几年时间 十几年 十几年了 可以说你这个经验 现在已经很丰富了啊 你知道现在咱们农户啊 现在最头疼的一个话题啊 就是连续的种植 这个瓜类这个作物以后啊 很多时候 整个生育区死苗烂科 非常的严重 那么像您这块 一般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看您这个棚 掌势就非常的不错 您这个棚现在种了几年了 五年 五年时间 能达到这个掌势是很不错的啊 那么您是如何去解决冲刺这块呢 一般就是门棚啊 充实一些微生物的这种菌剂啊 也主要就是门棚和这个 从这个微生物菌剂 主要靠这两块来进行啊 对对 您认为这个门棚一般效果大吗 门棚有效果是有效果 但是不那么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 对对 主要还是靠您说的这个 微生物菌剂是占据一大主化啊 像您这块这个微生物菌剂啊 你一般用的是什么样的微生物菌剂呢 从去年开始我用这个埃菲特 您感觉是怎么样的 从今年的这个长势 叶片的厚度 静改的粗度 根系什么的 缓苗啊 又加这个整齐度 都可以变 这个微生物菌剂里面 相当于它就直接有这个 促进生根的成分的啊 看看你的根吧 叶片壮样 根啊 哦 这毛根都已经扎出来了 对对对 那么这个微生物菌剂 一般您在整个这个瓜的生长期 用几次呢 一般 一般凶根啊 每遍水我都用吧 每遍水都用 一般多长时间会冲一次水 十多天 十多天冲一次 大概会冲几次 五到六次吧 五到六次 就是中间在这个棚果之前 您只要浇水就是会用微生物菌剂 对 一亩地用几瓶啊 一亩地一般需要两瓶 用两瓶 对 像您这块追肥啊 一般是到什么时候开始追的 棚果吧 棚果的时候 也是以高价肥为主 对 假如说要是以水溶高价肥 一般您这个棚得冲多少斤的 一亩地 一亩地十斤左右吧 十斤左右 那后期还在追吗 后期就是二茶了 二茶的时候 二茶的时候 就不是以高价肥为主了 也是高价肥 也是高价肥 经过和孙师傅交流以后啊 孙师傅这个一亩地是种了1100棵 原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一亩地呢 大概会损失掉 就是逐渐的会死掉100多棵苗 按照现在市场价位呢 一斤这个瓜呢 大概是在4块5到5块之间啊 可见的100多棵就已经是500多斤 按照收购价5块钱来算 就已经将近是2000块钱左右了 那么目前呢 针对咱们一些瓜类的种植户啊 不管呢 您种植是田瓜呀 包括哈密瓜啊 以及根瓜等等 那么针对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死苗和烂科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咱们山东这部分呢 他们这个做法呢 有经验的种植户呢 普遍的都会采用 夏季的高温温棚啊 以及呢 再加微生物菌剂去调理啊 也就是说 在整个一季呢 可能会用4到5次微生物菌剂 就单独的去充施就行 我呢也是一直去提倡咱们农户啊 就是不要单独的去通过温棚 您就想去解决这个充成现象是不太现实的 必须要结合微生物菌剂去进行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微生物菌剂 它呢本身就具有促使根系生长和发科的作用 第二个呢 也可以同时呢 去解除土壤中啊 这个磷和钾的固定啊 去解磷解钾这样的一些作用 因为我们连年呢 用化肥啊 土壤是严重偏酸的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微生物菌剂呢 也来逐渐的调理土壤 从而呢 来减少土壤这个酸化 引起的一个虫成啊 引起的一个 呃 死苗和烂壳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调理土壤的调理土壤的调理土壤的调理土壤了